听到张猛的话 那些人都傻眼 这是挑拨离间吗 哼 你这是想要离间我们 这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我们几个人都是和兄弟一样 欧文最先大喊道 他刚才被张猛给打得很重 但是他竟然还没有倒下 这倒是一个奇迹 当然 要是真的按照张猛说的那样去做 死得最惨的还是欧文 要知道其他人都没有怎么受伤 就是他现在重伤 那两个人二打一的话 那明显就是先收拾他的了 哈哈 这个是如此 我们都是兄弟 怎么会如此呢 欧文 我和你并肩作战 一文一脸冷酷的笑容说道 仿佛真的是和欧文有很好的友谊 场外的那些人也是看得放松下来 要知道 他们耗费了诸多的金钱在这里 要是张猛真的那么牛逼轰轰的话 他们只能够输得一败涂地 实际上 即使是负责人都没有想到 这一次 竟然可以将那么多人的钱 给一网打尽 本来他都还准备 将那十亿资金拿来对冲的 现在倒是好 估计可以双收啊 乃希有些不明白的 看着欧文说道 你是想要死呢 还是想要残废啊 你什么脑袋啊 你也不想想 那个家伙怎么可能会放过你啊 这里的规则很明显 那就是只有死人才可以让他获得胜利呀 一文大喊道 他的眼神满是疯狂 他已经准备对张猛动手了 欧文的心也算是放松下来 既然一文没有放弃反抗 那就可以了 张猛则是脸上挂着诡异神情 他知道其他人所不知道的东西 因为这是实力不一样 所以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一文正准备朝张猛冲过来 结果他的右腿 却是很巧合的瞬间 踢在不远处欧文的大腿上 你 欧文可不是什么傻子 他知道一文这个王八蛋 已经选择放弃抵抗了 那就是第一个拿他开刀 乃希更是从远处 一脚踢在欧文的肋骨上 欧文彻底废掉了 光是做了这一点还不算 乃希迅速冲过去 想要干掉欧文 一旁的一文也是没有阻止 因为他们三个人 必须要有两个人死去 这是张猛说的 至于其他的东西 他们后面在研究 欧文被乃希给弄死的时候 他一脸死不瞑目的模样 张猛看到这一幕 他忍不住摇了摇头说道 我还以为你们是有多么好的兄弟呢 我们是表面兄弟 一文想都没有想地说道 随即他看着乃希说道 我和你只能够活一个人 你说吧 我们谁活下来好 我 乃希自然不会选择死亡 彼此也没有什么好说 奶奶的 你们这些寒家产 活什么呀 都给我们死了算了 我的钱啊 你们这些王八蛋 平时打的时候就那么卖命 这一次既然这样 你们是在演戏吧 演戏 你倒是演戏给他们看看 那个人是不是改造人啊 许多人都是一脸怀疑地看着张猛 因为张猛太过牛逼哄哄了 那个负责人 此刻也是连忙出来说道 有些东西我不需要说 大家都是已经看出来了 那个强者有多么的强大 那是真的没有办法说的了 一群人要不是知道这里的背景 他们都是想要在这里闹事了 要是一开始那样的胜负 那还有一些人赢的 结果因为张猛的出现 一群人都是进坑了 奶昔和伊文的战斗 那是十分的好看 而且还特别的刺激 那是让陈蜜都看了有些热血沸腾 当然 这是因为陈蜜没有参合赌博 要不然就不可能如此了 要知道 那个为你 确实已经有些疯狂 他现在恨不得有一把枪干掉张猛 为什么这个王八蛋那么嚣张 确实没有死 为什么时宜选择出来的家伙 竟然会是那样的货色 许多的为什么在为你的脑海之中 但是他却是没有任何的本事 给自己一个答案了 张猛看着最终的胜利者 他叹息一声说道 你现在还剩下一只手 我该怎么办啊 奶昔和伊文的战斗 最终竟然还是奶昔胜利了 这倒是让人有些诧异 奶昔没有吭声 只是看着那个负责人 现在胜负是已经定下来了 但是他是否有资格活下来 那还是一回事 负责人有些迟疑地看着张猛 他知道张猛不想杀戮 要不然张猛从刚才到现在 就不会没有弄死多少个人 只是有些东西没有办法了 现在你想怎么办呢 负责人看着张猛问道 我带人走 剩下的事情该怎么处理 现场的人决定 张猛面无表情地说道 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人 杀了这些家伙 清道夫出来干掉这些家伙 不要让这些家伙活下来 一群人疯狂地大喊道 负责人也是知道没有办法 这是要顺人心了 奶昔一脸麻木地看着周围的人 他都已经被人给打断了一只手 这些家伙还不愿意放过他吗 不过既然要死 那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带走 奶昔看着不远处的魏尼 他疯狂地冲过去 在三秒钟的功夫 将魏尼给抓住了 瞬间 所有人都傻眼 有些人是知道 魏尼是什么情况 但是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在这里会遇见这样的事情 张猛却是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样不好吧 要知道 他家室友和内多的本事 那要是没有弄死的话 那你会死得很惨的 这是在暗示什么了 负责人也是一脸惶恐 他只是一个打工的 尽管赚的很多 但是依旧是打工的 要是在这里让客人出现了什么情况 那是会死无葬身之地 你做什么 给我放下他 要不然你会死无葬身之地 甚至你有可能会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负责人这个时候还是在恐吓对方 但是乃希却是已经耗费了所有的心思 他疯狂地喊道 我只要一条活路 你不给我 那我就自己来拿了 为你是想要哭出来了 他这是做什么孽了呀 张猛心中算是乐开花 他知道人在绝望的时候 是什么都有可能做出来 他仿佛已经看到 为你被掐断脖子的那一刻 张猛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在场的一些人 却是心中满是惶恐 那个负责人更是清楚 为你怎么都不能够死在这里 更不能死在拳击手的手上 他连忙看着乃希说道 你放卫少 我让你走 这一句话说的是简简单单 但是谁都知道 不可能那么简单 一旦乃希将人给放下来 估计会是得到生不如死的下场 在这种地方 闹出那么大的事情 哪里有可能会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张猛倒是十分好心地 看着为你说道 为你 不要害怕 你要相信 人都是有下一辈子的 你要是死了 那是可以投胎 去另一个更好的家庭都说不定 为你此刻真的是想要骂人 他现在的家庭都已经算是全世界都没有多少个 结果张猛这一番风凉话 那是明显要他死了 乃希一脸猙獰地看着负责人说道 放我走 要不然我弄死这个家伙 快 张猛好像是一脸疑惑地看着乃希问道 为什么要他放你走呢 你直接带人走出去就是 要是真的有什么意外 我想你也是不会出问题吧 张猛 为你大吼道 只是他刚刚喊出两个字 就被掐得更加紧 负责人的冷汉都出来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一旁的张猛还在煽风点火 这是想要逼死为你吗 沉迷倒是没有那么多心思 他看着张猛说道 老大 这个家伙撑不了多少时间了 张猛回头看了淡漠 他叹息一声 本来要是给他一些时间 那是可以缓缓地将为你给逼死 可惜他的时间太过紧张了 死了一个为你 那没有多大意思 要是淡漠也死了 那就浪费他的心思了 张猛转过身 就朝淡漠那边走去 乃希十分紧张地看着张猛 他的眼神满是畏惧 一个已经超越凡人的存在 要说有五道之神的名号 按照他想来 百分百就是给张猛的了 这种人已经超出了一般强者的存在 呼呼 张猛走到淡漠的身边 将一点仙气输入对方的体内 尽管无法将人给救治回来 但是可以吊住对方一口气 至于其他的东西 那倒是后面再说了 在大庭广众之下 张猛也不可能救人 要说他的战斗力强大 那这个还有办法说得过去 那就是有武林高手教导他那么多 这种武力对一般人来说 那没有多大影响 但是只要一动手 就可以将那些半口气的家伙给弄活过来 这只怕是会给他引来滔天大祸 这可不是他想要看到的 张猛给陈蜜一个眼神 陈蜜有些迟疑 最终将淡漠给搀扶起来 陈蜜本来还在担心淡漠会死去 但是他发现淡漠还有一些反应 会跟着走的时候 他心中算是安定下来 魏尼依旧被人给劫持 但是这些事情已经和张猛没有关系 在临走的时候 张猛更是给乃西一个眼神 至于乃西怎么解读那个眼神 那就只有乃西自己想了 张猛等人离开是畅通无阻 即使这边已经闹翻天 都是如此 在出去之后 张猛缓缓地回头看了一眼 这里已经闹开 不过都和他没有关系了 当然 在路上的时候 张猛是看到了一些包厢出来的家伙 那些人看到张猛 有些是远远闪躲 有些则是当成没有看到 一些安保人员也看到了淡漠 知情人就后退 不知道的家伙 则是上前拦住张猛等人 张猛没有任何的言语 他从口袋掏出了一枚银币 随手一抛 所有人都看着那个银币 下一秒钟他一拳打在银币上面 那在半空旋转的银币 瞬间弹入墙壁之中 那些拦住张猛的人 是立马汗毛竖起 冷汗直流 他们是这里的内部人员 所以他们十分清楚 这墙壁有多么的坚固 即使是子弹在上面 也不一定可以留下痕迹 现在这银币竟然可以嵌入 这东西要是弄在人身上 那估计骨头都会当场断裂吧 张猛大步朝前面走 那些人一步步地朝后退 即使是后退不及的 那都急急忙忙朝旁边滚去 生怕拦了张猛的路 被张猛给废掉 这里的人都很聪明 他们知道钱是别人的 命是自己的 要说张猛只是普通人 他们自然是会拼命拦住张猛 但是张猛那么牛逼轰轰 他们脑残了才会如此做了 至于对张猛开枪 他们是怎么都不敢赌 因为他们很清楚 张猛既然敢这样 大摇大摆地带人走 那明显就不会是普通人 沉迷松了一口气 要是面对一群人的围攻 他肯定会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是张猛 如今这样正好吧 再走了十多步之后 张猛放在口袋的手拿出来 一道荧光瞬间闪烁出来 下一秒钟 一个人惨叫一声 他持枪对着张猛的手 竟然被一枚银币嵌入手肘处 那些刚才还有蠢蠢欲动心思的人 一个都没有敢继续动了 就这样 张猛一路带着人唱通舞组 离开这里 出到外面 他们随意拦了一辆车就走 将人给带回别墅里面 张猛看着沉迷说道 这个家伙真的会顺从吗 我就怕这个家伙被救活之后 直接不认账 要是这样的话 我会很头疼的 沉迷却是摇了摇头说道 老大 你不需要担心 这个家伙是有些固执 但是他更是遵循强者的意志 只要你在救活他之后露一手 他立马就会跪舔你 是吗 张猛对此有些怀疑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家伙 真的会这样吗 张猛也不去想那么多 他静止对淡沫输入仙气 不到十分钟 淡沫就彻底清醒过来 说真的 张猛倒是很欣赏这个家伙 因为在路上的时候 这个家伙身体十分的痛苦 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这种意志力都可以让人感觉到不一般 淡沫在睁开眼的第一时间 他就打量着张猛 张猛和淡沫四目相对 谁都没有开口 一旁的陈蜜本想开口说话 结果淡沫竟然在此时一拳朝张猛打去 张猛看都没有看他的拳头 反而一脚横扫过去 淡沫当场就摔倒在地上 你这家伙做什么呀 陈蜜有些愤怒的吼道 要知道我们算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就是这样报恩的 淡沫在擂台上是被打倒 但是他的意识还没有失去 所以他也是知道一些后面发生的事情 他刚才的举动也只是出手试探张猛罢了 淡沫这才开口说道 谢谢 说吧 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多久可以给我自由 有个性 这是张猛对这个家伙的第一印象 他脸上挂着淡淡笑容说道 你帮我保护这个家伙三年 三年之后 你想要去哪里 没有人理会你 好 淡沫的反应出乎张猛的意料 但是沉迷倒是想明白了 估计淡沫是已经记得刚才发生的事情 最近几天不要出门 我想那个地方会疯狂找你吧 张猛想到那些家伙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怎么说这一次的事情 也是因为淡沫引起的 即使张猛等人 一开始没有表达自己的心思 但是那边的人也不是傻子 自然不可能不清楚 张猛后面的举动为的是什么 明白 淡沫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 他是想要成为最强大的存在 但是他更是清楚 有些时候固执不代表硬是要做死 张猛也不理会他们 他还有一些东西要思考 李承英会去哪里 李家的余孽真的完蛋了吗 这就是张猛思考的方向 只是在这个时候 张猛却是接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来电 这电话是罗家伟来的 他邀请张猛去他家坐一坐 这倒是有些稀奇 张猛没有避讳什么 他弄了一辆低视 就直接过去了 当张猛到罗家伟家的时候 罗家伟已经在那边准备好韭菜了 怎么会找我的 张猛有些好奇地看着罗家伟 坐下来说吧 罗家伟有些无奈地叹息起来 张猛倒是不客气 他坐下来就拿起一双筷子开吃了 罗家伟看到张猛依旧是这一副模样 他心中倒是放松不少 随即他就开始诉说自己的情况 原来是李承英找了他 邀请他去新的公司 但是他没有那心思 因为他也不是笨蛋 李家之所以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多数都是因为李承英 这个事情外面的人看不明白 但是罗家伟看得清清楚楚 因为有许多的东西 除了李家人 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接触到 张猛拿出的一些证据 那就是这一部分东西 现在罗家伟找张猛过来 那是想要投靠张猛 张猛都没有想到 罗家伟竟然会如此直接地说投靠 不过张猛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询问罗家伟为什么会想投靠过来 有些东西真的是说不准的 有些人没有表达过什么忠心耿耿 但是有可能会是死忠 谁知道罗家伟会不会对李雄 出现那种世卫之极者死的心思 要真的有的话 那就麻烦大了 谁知道罗家伟说 彼此接触了那么多 感觉张猛可以信任 所以才来的 对此 张猛自然没有意见了 反正有些东西也是日久见人心 只要不让罗家伟 一下子接触到什么机密的东西 那就可以 张猛和罗家伟也是久过三巡 随即罗家伟给张猛透露了一点 那就是李承英竟然和白日门混一起 这是张猛所没有想到的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说的就是这一点吧 张猛也不理会那些繁琐的事情 他和罗家伟喝了不少酒之后 就去找英姐了 这一次在李家倒塌的时候 英姐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当张猛出现在英姐家门口的时候 英姐都是一脸震惊 你怎么来了 英姐连话都有些说不出来 事情忙完了 自然要过来看看你 张猛看着英姐笑道 对了 这一次有什么收获吗 没有 英姐和张猛也是老熟人 所以他也是直接一点 被白家给杰族先登了 行 我知道了 白日门和李承英也联系在一起 我们要是一次性针对三大家族的话 那会有些吃力吗 张猛试探性询问道 他现在都还没有把握好 那是直接对三大家族动手 还是一点点来 什么 等一下 你听我说 英姐被张猛给吓到了 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 三大家族是怎么都不能够一起动的 甚至今年都不能够动两个 要不然这边会乱起来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三大家族对这边的影响有多大 三成的人都是在和他们有关系的公司上班 英姐可是知道很清楚 有些人是不能够随便动的 尤其是三大家族的关系网 那更是错综复杂 要说一举拿下三大家族 将三大家族的东西给接盘了 那倒是没有什么 问题是张猛的实力根本就没有那么强大 即使是这一次李家的事情 那也是因为李家内部的肮脏事情太多 所以才会一下子就被人给灭了 但是三大家族的底蕴不一样 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地布置自己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多少把柄给人抓 即使是抓到了 那也是小事一装 顶多就是丢出几个妻子罢了 张猛在英姐这些分析下 他心中十分的不爽 和着自己想要灭掉三大家族 那都还没有办法了 不过张猛也不是一般人 他知道一下子灭不掉那些家族 那就一点点来 当然那些事情都是后面处理的了 现在当务之急是分配 他看着英姐关心问道 我们都是熟人了 有些东西我也直接说了 这一次李家倒下 你没有拿到什么东西 你需要什么东西 我这边给你弄来 别拒绝 要不然你好费了那么多心思 什么都没有得到 那以后还需要帮我办事吗 有些东西说再直白一点 那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英姐的心中也是有些感动 要是换成一般人 哪里会在意她的利益呀 按照那些人的思维 英姐没有争夺到东西 那就是英姐无能了 你说好的进军娱乐圈 你什么时候兑现啊 张猛都有些傻眼 因为进军娱乐圈这是 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 谁知道英姐会在此时提出来 这是有什么深意 我自然是有打算进去 但是那些人现在敢和我接触 张猛可不是一个容易忘记仇恨的人 那些人之前怎么对他的 他可不会忘记 有恩必报 有仇也是必报 这就是张猛做人原则 套一句流行的话 今天的我 你爱答不理 明天我就让你高攀不起 张猛之前处于麻烦的时候 没有人雪中送炭 反而不少人落井下石 最为可恨的是 还有一些当面对张猛冷嘲热讽 这些东西张猛都记住了 现在那些人看到他强大到这样的地步 就一个个靠近过来 真的以为张猛是蠢货不成 反正他是怎么都不会在意这些人 况且他又不是没有路走 为什么要和这些家伙私混在一起 英姐有些迟疑地说道 那些家伙在看到李家倒下之后 又知道杨白涛被你给废掉 杨家都不敢吭声 他们便是已经知道你的强大 现在他们都想要靠近你 只是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路子 现在张猛可以说是炙手可热 就不知道他可以走得了多久 真的以为我是那么随便的人 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张猛是想要补偿英姐 但是要他和那些见风使舵的小人合作 还真的有心勉强他 有些东西他也没有说得那么直接 只是委婉地说了一番 这个英姐有些为难地叹息一声说道 这一点我自然是清楚得很 只是那些家伙开架太过诱人 所以我才这样 得了 有些东西我们也不需要继续说 说多了彼此感情都有些矛盾 我的意见很简单 我想要进入那个行业没有问题 但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 我不想接触 张猛也不需要求着谁 所以他根本就不在意那些人的恩恩怨怨 英姐倒是在这个圈子混 但是他现在的自主性也是已经很强大了 因为一方面资金有张猛可以处理 另一方面媒体什么的 那也是有张猛这边处理 说难听点 只要有足够的钱 他根本就不会被人给压制住 当然 还有一点就是英姐只要跟着张猛 他即使是怎么差也是可以比之前混得好 要不要之前的那些家伙 那又有什么关系 英姐也是一个聪明人 他不会因小失大 随即英姐又告诉张猛 明天有一个饭局 至于为什么会有一个饭局 这个自然是十分简单 那就是因为有人想要认识张猛 只不过是外来者 当时也不算张猛认为的那些屈炎富士小人 张猛刚才都已经拒绝了英姐一次 他自然不可能来第二次 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就在当天深夜 整个岛上都传着一个消息 魏家大少为你因为外来者张猛的缘故 被人给打得奄奄一息 张猛听了这个消息 那也是愣了好半想才回过神 他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出手了 要知道那是奶昔出手 根本就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知情人都有一个惯性 知道的人不会说 不知道的人瞎说 一些警察都已经出现在张猛的周围 他们可是很清楚 那些三大家族的人 是有多么的丧心病狂 现在张猛招惹了那么多家族的人 要说那些家伙不报复 那明显是不可能 那些家伙会怎么报复 这就是一个很严肃的情况 可惜那些警察看得再怎么严密 都没有作用 百密一书这名词 可不是瞎说的 就在张猛住的别墅 夜晚一架直升飞机 朝张猛所在的房间直直撞去 轰隆一声 去想想撤了这一片地方 一些警察都是目瞪口呆 他们只有大喊 快去救人 当然 许多人都认为 张猛已经死无葬身之地 一些和大家族有关系的人 那更是拼命拨通电话 将张猛已经死去的消息 告诉其他人 张猛在这一片地方居住 那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谁都没有想到 张猛会死在这样的手段下 许多人都为张猛感觉到不甘心 当然 还有一些人则是谈官相庆 表示张猛死得好 没有人会认为张猛死不了 就那么大的动静 要是这样都不死 那张猛才是逆天的存在 当匆匆忙忙赶到这边的消防车 将这里的石头搬开之后 众人发现 张猛竟然端坐于一楼的沙发上 瞬间 许多目睹张猛房间 被飞机给撞进去的人 那是一脸畏惧 甚至许多人大喊鬼 就拼命跑出去 这也是很正常 任谁看到一个本该死去的家伙 竟然还活生生出现在面前 不被吓死都已经算是胆大的存在 张猛也没有解释什么 反正没有死就没有死 合着他被人给弄死了才算 吴远准亲自走过来看张猛 在发现张猛没有事情的时候 他才松了一口气 要知道张猛真的死不得 一旦张猛死了 愤怒的三大家族 就会将吴家给灭掉 现在是有张猛在支持 所以他们都没有办法做什么 不要担心 我不可能那么容易死去的 张猛很自信地说道 他也不多解释什么 现在外面是一群记者杀过来 张猛都不知道 那些记者是怎么知道这里的消息 竟然来得那么快 当然 他也不会和这些家伙说一句话 有些东西说了 那都是会变成不同的意思 许多记者倒是乱七八糟地提问 只是张猛什么都不说 吴家的那些保镖 也是疯狂地护着张猛离开这里 很快 张猛就在吴角角的一套别墅里面住下来 他早就已经预料到会有那么一处 只是张猛没有想到那些家伙会用直升飞机来进攻 这简直有些丧心病狂了 老大 直升飞机的来历也已经查询到了 那是李家失踪的一家直升飞机 吴角角刚刚得到消息就告诉张猛 他知道张猛的心情肯定很差 不过有些出乎意料的 张猛一脸笑容地说道 这个是意料之中 既然那些家伙想要动手 自然不可能搞出被我们追踪到的痕迹 魏家的私人医院 一间高级病房里面 砰 魏妮狠狠地将自己手机砸在电视上 他本来十分期待张猛被干掉 结果竟然是张猛还活下来 这简直就是在打脸他 一旁的一个黑大哥看着他说道 少爷 不要那么激动 那个小子只是暂时逃过一劫 只要我们继续 那是迟早可以弄死他的 迟早 那是什么时候啊 你知道吗 今天 我差点就在他面前被人给弄死了 那个王八蛋 在发现没有办法逃跑的时候 竟然将我给打一顿 一想到今天的事情 魏妮就愤怒地想要杀人 只是在这里就只有黑大哥 即使他想要揍对方 他都没有这样的本事 要知道 这个黑大哥可不是普通人 因为一般人打他 那是会打痛自己的手 据悉 这个家伙的骨头都已经完全硬化了 即使是铁棍打过去 那都是会让铁棍变形 我的人今晚会到 到时候一群顶级雇佣兵杀他 我就不相信他不死 黑大哥阴森森地说道 他也算是跟着魏家有好几年了 所以他更是清楚魏家有多么的富有 只要他帮魏你将这一次的事情给办好之后 他就可以得到诸多的好处 为什么许多强大的存在 喜欢靠着有钱人 那就是因为那些有钱人 可以给他们带来各种便利 魏家身为当地三大家族之一 更是可以为他们提供诸多资源 希望你说到做到 魏尼也不多说 他倒是知道黑大哥的本事 但是他依旧是不愿意放松 张萌一天不死 他的心一天就不会安定下来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中午 张萌已经乘车出现在一家很有规格的酒楼外面 他不知道这一家酒楼是什么人的产业 但是想来不可能是三大家族的产业吧 要说他随意去一家都是那些家伙的产业 那就有些恐怖的感觉了 为了避免一些情况 张萌还是先用手机查看了一下 这里是谁的产业 结果发现这是一家陌生的公司开设的连锁店 至于这后面的资本也是和三大家族没有关系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 那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张萌也算是稍微放心一些 静止走进去 叮咚 张萌按下门铃 很快 包厢门就被打开了 这也是很正常 因为他们需要谈话的空间 要说在大厅之中谈话 那不是脑子进水 那就是心思有病 现在这个环境倒是很符合张萌的心思 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紫发美女 出现在张萌视线之中 英姐倒是一早就过来了 她看着张萌笑道 这一位是爱丽丝小姐 她是北欧那边的古老贵族 她想要在我们这边有一个知名度 但是她又不知道该怎么才可以更完美地弄到名声 直到她看到了你 在张萌进去的时候 英姐就已经将情况给介绍得差不多了 张萌有些诧异地看着爱丽丝 她的知名度有好有坏 但是更多是靠她的演技得来的 这个那么漂亮的美女 还会缺少知名度吗 只要找一些水军炒作一番 然后找一些公关公司包装一下 那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搞起来吗 或许是感觉到了张萌的疑惑 爱丽丝朱纯清奇 或许张萌先生对我找你来 那是有许多的疑惑是吧 现在我可以为先生解答 不是我不想按照先生的那种想法走 只是我是一个外国人 有些炒作过多了 那是会万劫不复 万劫不复 张萌先是喃喃自语 随即她反应过来 不管在哪一个地方 都是有本土保护措施 要说一个外国人 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 然后又弄到一大笔钱离开 这充其量也就是一些经济情况 但是若是这个人 还有巨大影响力 若有若无的对被进入的国家 进行一些不可以的干扰 有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些 不和谐的东西 那自然是会被禁止 张萌也是有些怪异的看着英姐 有些东西她一时间没有想明白 但是英姐那么一个纵横江湖十多年的人物 会看不懂 张萌是怎么都不相信这一点 所以她有些好奇的看着英姐 希望对方给一个解释 英姐也是沉默了半想 随即才看着张萌说道 她家庭有些复杂 还有就是她给的钱有些多 所以我才 英姐这种人不算穷人 几千万对她来说 那也只是洒洒水的感觉 但是现在被她给说多 那明显就是几亿以上了 我的乖乖 张萌也是忍不住择舌 为了出名耗费个几亿的话 这是脑子进水了 还是什么情况 有些东西是知道 但是张萌也不会去说 毕竟说出来是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张萌看着英姐笑道 英姐 这一笔钱 可能你没有办法赚到了 因为有些东西 你也是明白得很 张萌这是委婉地表示 这里面的风险太大了 一旁的爱丽丝 自然是知道张萌的话语意思 她脸上的笑容没有消失 反而是变得更加诡异 张萌先生 我可以和你私聊一番吗 私聊一番 张萌忍不住苦笑起来 这是准备美人计 还是准备动之以情 小之以利 又或者是直接施加巨大的压力 你才让她避让呢 只是张萌也是有些不理会的 为什么这两个人会认为 她可以让爱丽丝活起来 为什么私聊啊 张萌装作不明白地说道 有些东西不方便说 爱丽丝有些羞涩地说道 仿佛是真的这样羞涩 英姐也是一个识趣的人 她看着张萌说道 我去一下洗手间 这表示会给两个人 一些单独的空间了 至于可以怎么样 那就是看张萌和对方的情况 张萌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英姐到底在干什么呀 没有看出她那么明显地排斥吗 有些钱是可以拿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拿 面前这个家伙的钱 那就是属于不可以拿的范围了 英姐发现张萌的神情有些变化 她也知道张萌会是什么样心思 但是她也是没有办法 有些东西拒绝也就是拒绝 但是面前这个女人可不是吃素的 尤其是那么年轻就冒出来 要说这个家伙后面没有人 张萌等人是怎么都不相信 况且这个家伙冒出这种情况 那后面该怎么处理 他们都不好说 英姐离开的时候 张萌看着对方说道 美女 我知道你可能对我有些误会 实际上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牛逼哄哄 你既然知道华夏话 那你也是明白 我说的这些是有多么的真心话 我知道 让张萌没有想到的是 爱丽丝竟然一脸无奈笑容说道 实际上 我也是已经遭遇过许多这样的事 在那么多人之中 我就只能够认为 你才是有资格和我一起面对命运 说真的 你要是和我在一起的话 我别的不敢说 但是钱这些东西 你没有足够资金的话 我这边有 其他的东西 那也是 可以考虑的 这是不给张萌一点退路了 即使是张萌想要婉拒 这个家伙 都是想要欺而不舍了 不过说起来 张萌还是不明白 对方为什么会无缘无故 对他有信心 他表示 自己真的是 有些不明白 张萌怎么说 都是一个男人 他做出了一个十分直接的事 那就是 快刀斩乱马 说真的 那些东西都是你自己以为 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什么 但是我对那些不感兴趣 我现在只是想要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希望你不要继续和我说 那些可以吗 一旁的爱丽丝 有些惋惜地看着张萌 但是她并没有去争论什么 反而是一脸淡淡笑容地说道 那就祝福你顺利吧 道不同不相为谋 既然都已经将话给说开 张萌便是已经准备走的 至于这一顿饭 张萌更是吃都不吃了 毕竟谈崩之后 彼此说话 那是多少会有些尴尬的 就在此时 爱丽丝突然看着张萌冒出一句话 要是我陪伴你一年的时间 你是否可以给我一个巨大的机会 说真的 我真的要求不多 我只是要一个机会罢了 砰砰 要说张萌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她自然是会说 就是怦然心动的感觉 有些美女是怎么都没有办法让人抗拒的 面前的这个美女就是如此 那么漂亮不说 有些不该说的话 竟然也说出来 要知道 那么漂亮的女孩突然要求张萌前规则 这简直就是在颠覆她的认知 张萌心中的警惕性更高了 这个家伙甚至有可能会是什么特工 至于为什么这样 那自然是因为张萌强大的战斗力 说真的 那些机会的话 我也是想要给你 但是有些东西我们都是明白 那是没有办法的了 张萌自然是可以推脱的话 那是拼命推脱 她可不是那种看到美女之后 那是什么都不在意的人 她很清楚 要是真的答应了这个美女 那自己的死期也是不远的了 爱丽丝的身子十分的轻柔 她毫无征兆地靠在张萌的肩膀上 张萌是立马想要将人给推开 她可不是来做这些情圣的 有些东西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 说真的 我都已经那么有诚意了 你就不可以答应我一下吗 即使是虚假地糊弄我 那也是可以的吧 爱丽丝的一句话 让张萌被雷的眼睛都出问题 这简直是什么鬼 张萌很是不习惯有人这样 她给英姐去了一个电话 下一秒钟 包厢门就被人给推开 英姐竟然那么准时回来了 又或者是这个家伙 根本就没有走多远呢 看到张萌这一副模样 英姐有些迟疑地说道 张总 你是不是怕要好好考虑一番她的要求 哈哈 这种要求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 张萌也是已经学会拒绝了 有些东西 她是怎么都不愿意碰触的 爱丽丝也是一个聪明人 既然张萌都已经这样说了 她也不会继续下去 要是将张萌给弄得暴怒了 那她这是吃力不讨好 不过一场来到 那自然是要招待一番的了 她看着张萌笑道 其他的东西我们也不说 我现在让人先上菜吧 好 什么时候她会被人给这样折腾的 要说张萌是故意的 那也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张萌这怎么看 都是真心实意的 就是这样 才更加的让人头疼 那个服务员上菜的时候 张萌突然感觉到了一阵杀意 他抬起头看了周围 好像也没有什么情况 但是他随即看到了 那个杀鸡一闪而过的服务员 他顿时就明白了 既然是有人来刺杀 张萌自然是不会让对方空手而归了 那个家伙也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东西 他在给张萌倒茶的时候 他手上的刀子 却是很突兀地出现在张萌的胸口处 啊 不要 两个人一口同声地喊道 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阻止那刀子 倒是张萌冷冰冰地看了对方一眼 一只手将对方的手给抓住的时候 爱丽丝感觉自己的世界都亮了 果然是自己想要的男人 你这样就想杀我 真的是有些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也不问问 有多少人敢在我面前出现啊 张萌一拳将人给打飞在墙壁上 随即他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有些东西还是要警察处理更好 你不问问是谁让他刺杀你的吗 爱丽丝看着张萌问道 他感觉到张萌应该询问一番才是 呵呵 张萌笑了笑说道 知道和不知道 那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还是不要自寻烦恼 就这样吧 说完这一句话 张萌就提着人潇洒地出去了 爱丽丝一脸崇拜地看着张萌 强大的人 她不是没有见过 但是和张萌 这样强大的人 她是真的没有见过 英姐确实知道 那些杀手不可能只是一个人 至少是有三五个人 现在的杀手都是团队作战 尤其是在当地的杀手 更是极为罕见 最为重要的是 这一家酒楼也不是什么无名之地 想到这里 英姐连忙看着张萌说道 小心一点 现在外面肯定是十分危险的 张萌面无表情地笑道 外面是危险 但是那些人敢来找我的麻烦又如何 我让他们有来无回 爱丽丝急急忙忙站起来 朝张萌追去 张萌先生 我想我们还是有许多的合作必要 即使在娱乐界不合作的话 那我们也是可以在其他的方面 不知道你认为如何呢 张萌有些意外地看向爱丽丝 这个家伙的神经有些粗 要是一般的女人遇见这种情况 即使是身份极高的人 那都是会有一些恐惧 这个不关那些身份的事情 因为这是心理素质的区别 谁会想到 那么年轻的爱丽丝 会有那么高的心境 张萌也是回头看了一眼爱丽丝笑道 等下一次有机会见面再说吧 你也知道 现在是有些复杂的情况 听到这话 爱丽丝有些惋惜地点了点头 这个我明白 不过我让我的人送你回去吧 因为这些家伙 很有可能在前面等着你 若是没有处理好 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危险 不用了 警察很快就到来 况且没有多少个人可以奈何我 张萌的自信真的不是吹的 不过他随即又看着英姐说道 英姐 你还是找多几个可以信任的高手吧 我怕那些家伙对你下手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那些人一旦奈何不了张萌 那自然就是会转移目标 英姐和五角角等人都有可能会被视为猎物 英姐也不是小孩子 她自然清楚这一点 她连忙拿出自己的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这里的事情搞定之后 张萌就提着那个杀手伪装成的服务员出去了 这里的安保也是急急忙忙地冲刺过来 当他们看到张萌提着一个服务员的时候 几个人保安都一脸凝重地看着张萌 不知道这一位先生 他是否做错什么了 一个保安看着张萌说道 他的语气很是慎重 可以来这里的 多数都是有尊贵身份的人 一般这种人也不会和服务员计较 这一次让客人提着服务员出来 这情况就有些严重 不过他们也是感觉到有些怪异 因为这个服务员有些面声 就在此时 远处又来了一个服务员 他脸上有些惊恐的表情说道 这一位先生 不知道我的同事做错什么了 哦 你的同事 张萌眼神有些怪异地看着那个男服务员 然后他在所有人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一把将手上的服务员给丢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擒拿住那个男服务员 所有人都愕然 那些保安更是警惕起来 一个个都以为张萌是疯子 一个有本事的疯子 张萌也不多说话 他一脚踢在那个服务员腿上 表情阴冷地看着对方说道 你很大的胆子啊 你同伙落网了 你不单止不逃跑 反而在这里看着我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 本来已经冲过来的保安 硬生生止住步伐 可以在这里当保安的人 自然都不是什么蠢货 尤其是他们 对这两个人 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所以 他们更加不可能为谁出头 一个个都是站在这里 气氛有些僵持 突然 外面呜呜的警笛声出现 那些保安都松了一口气 若是一直对质下去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个女服务员倒是想要走 但是那些保安都拦住了他 现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真的没有谁可以离开 远处有一些时刻在这里看着 那个女服务员本来是想要浑水摸鱼 趁机大喊 但是张萌冷冰冰的眼神告诉他 这样的是最好不要做 要不然会立马变成尸体 即使是没有立马做 但是他还是尽力地去想 自己该怎么办 很快 警察进来了 他们看到是张萌 一群人都有些傻眼 这家伙真的是走到哪里 哪里都要出事情啊 带头的 还是张萌见过几次面的一个警察 那个警察看着张萌 有些委婉地劝道 张萌先生 你这是 我这是为民除害呢 这两个家伙都是杀手 刚才这个女的在里面直接刺杀我 还有这个男的 实际上估计也有凶器 张萌已经将男服务员给控制住 剩下一个也是在众人的监控范围 根本就没有办法翻起风浪 警察自然是迅速接手这些事情 本来张萌男人不是很合理的事 要说张萌又继续闹腾的话 那明显会出事 警察也不是那么好对社会交代 现在许多人都在说那些有钱人为所欲为的事情 所以他们是可以少一点画饼 那就少一点的好 就在警察靠近的时候 那个女服务员突然抱起 一把将身边的一个保安给劫持住了 放我们走 要不然我们弄死她 女服务员一脸阴森地说道 她此刻是想要将人给立马弄死 你不要乱来 你都已经被包围了 不要冲动 放下你手上的人质 不要铸成大错 这一位美女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那些警察也是猛逼 要是这个女服务员 在他们来之前将人给劫持住 这些事情就和他们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但是 现在人是在他们的面前被劫持住的 这要是以后传出去 那他们也是不需要混的了 哼 女服务员冷冰冰地说道 那些事就不要想了 我现在只有一句话 放我离开 要不然我灭了她 还有那边的张猛 将人给放开 张猛很是悲天悯人的叹息说道 我一直都不想参合你们这些破事 但是为什么你们一直都要逼我呢 大家好好的 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你知道吗 你在我面前秀这一波 我真的有些不习惯 所以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张猛给吸引住 在这个时候还敢这样说话的人 那是要负责的 即使法律责任没有 但是后面的社会舆论也是会碾压过来 突然 张猛就像是瞬移一样 一下子就出现在三米之外 本来女服务员正掐着保安的手 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张猛给抓住了 从前 张猛只是一个江湖的传说 许多人都说张猛很是牛逼哄哄 有些人也见过张猛的招式 很牛逼哄哄 但是真正见过张猛出手的人 那是十分少见 但是 在这一刻 他们算是见识到了 什么叫做名不虚传 下一秒钟 那个女服务员就像是一个木棍一样 被张猛给甩在墙上 鲜血飞溅 众人满是恐惧 张猛则是漫步朝前面走去 这些东西不需要我继续说什么了吧 说真的 这一次 我真的是一个受害者 有些家伙故意找我的麻烦 还想要陷害我 我可以做的 就是反击再反击 那些警察吞咽了口水 本来还想要让张猛回去做笔录的 但是现在他们想来 这些东西 还是他们上门去做笔录吧 有些人就是那么刁 也是可以有这样的特权 当张猛走出去的时候 众人看向张猛的眼神 夹杂各种情绪 谁也无法一一言说 转眼间 张猛就到了街上 他心中有一颗沉淀的石头在上面 他知道 自己这一次要有麻烦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里的情侣也是多了不少 三三两两的在附近热吻 各种肤色都有 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制度 这肯定只是一个前哨战 只是不知道那些杀手会怎么样疯狂呢 要是奋不顾身的杀过来 他想要抵抗 那也是有些吃力的 就在张猛走神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一阵杀机 他想都不想的便直接跳跃到另一处 砰的一声 他刚才站的位置有一枚子弹射过来 若不是他反应及时 刚才那子弹要么是在他的心脏来一枪 要么则是在他的身体来一枪 不管是哪一个 那都不会让他好受 张猛迅速闪躲 刚才那些热吻的情侣 却是手上出现了一把枪 对着张猛就狂喷火舌 张猛的速度已经快到极致 那些子弹几乎都是插着张猛身边过去 换另一个人来 百分百会变成千疮百孔的尸体 张猛可不是吃素的 他刚才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些家伙是干什么的 但是现在他知道了 这些都是杀手 在这里 他没有一点隐忍 冲过去就一拳击打在这些人的脖子处 几乎每一步就有一个人倒下 子弹的密度是越来越小 最终直到没有 低声躺着的人却是越来越多 转眼间就有十多个人躺下了 周围尖叫的行人 趁着这个空隙拼命奔跑 为的就是给自己留的一线生机 里面的警察也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 不过张猛的反应更快 所以这些警察只有收拾残局的命运 张猛知道远处还有一些枪手 所以他看着警察说道 你们小心一些 我去搞定剩下的家伙 你小心一点 这里是什么情况啊 这些人都是杀手吗 那些警察看到这一幕 那也是有些茫然 因为这里比较和平的缘故 一年到头 他们都不一定有机会拔枪 现在竟然还要面对这种生死战 这倒是让他们的胆子都有些动摇 张猛什么都没有说 迅速朝那边去 按照张猛的目测 那是在一栋大厦上面开始出手的 张猛自认为自己的速度十分快 双方的距离还是有些远 也不知道在三分钟之内 那个杀手是否已经逃跑了呢 在大厦下面 张猛给警察局去了一个电话 让那边找人过来封锁这里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三分钟真的没有办法从楼顶下来 就不知道那个家伙会借助机会 混迹到那些员工身边吗 要知道这一座大厦可是有几十家公司 谁也不知道哪一家公司是什么人 若是那个杀手变成一个客户的姿态 那就更加难找人了 不过这一次的事情那么大 所以警察的精力也是全部投在这边 很快就有一辆车到了张猛身边 张猛先生 那个杀手还没有走吗 带队的是一个比较年长的警察 这一次的大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人处理 张猛面无表情地说道 应该是还没有走 我在那个家伙设计了三分钟之后赶过来 另一个门那边 我也是已经看了一眼 那个地方一般人都没有办法通过 行 那个老警察说了一声 就开始对自己身边的人布置任务 当一切布置完之后 他这才和张猛一起进去 要知道门口有人守着的话 那就是瓮中捉鳖了 只是他们也不敢太过分 因为他们很怕那个杀手狗急跳墙 要是真的抓住里面的人 那就真的是出大事情了 张猛是直接上楼顶了 反正这里面的各层楼 就是让警察去处理就是 不过那个警察也是打算先上楼顶 反正有些地方也是要搜索一番 当两个人上了楼顶之后 他们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那个地方竟然有一个人背对着他们 我去 不会吧 现在都还没有走 张猛也是有些吃惊 他是见过许多牛逼哄哄的家伙 但是怎么都没有想过 这个时候还要装逼的 张猛就不相信 对方会不知道他的战斗力 但是知道了之后 依旧还是要这样做 那明显就是要比凶残了 你是什么人 举起手来 警察立马看着那个人喊道 他的手枪也是已经拔出来了 有些危险是怎么都不能够忽视的 要是有一点意外的话 他就是直接开枪的了 怎么都不能够死在敌人的手上 这是他的信念 那个背对着他们的人 似乎是根本就不理会这些 他就一直面对着外面 张猛和警察也是感觉到 有些情况不对 他们对视一眼 然后张猛缓缓走过去 直到张猛到了对方三步之内 对方依旧是没有一点反应 只是张猛却是心中有些淡淡的不安 因为对方的反应 真的是有些太过逆反了 就在张猛思考的时候 他迅速绕过另一边 下一秒钟 他目瞪口呆地大喊道 快趴下 那个警察的反应堪称一流 在张猛刚刚大喊的时候 他就疯狂地后退了 几乎是没有一点推拿搞顿 一声巨响 张猛身边传来一阵热浪 他更是被炸得飞出去 张猛 老警察大喊道 这一座大厦都在震动 刚才的爆炸冲击太大了 过来帮忙 张猛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老警察抬头一看 这才发现张猛悬挂在墙壁上 老警察疯狂地冲过去 只是他还没有走到那边 一枚子弹就射在他的脚下 这是想要阻止对方过去 那个警察却是顾不得那么多 现在张猛正在生死关头 一只手悬挂在栏杆处的张猛 他是好几次想要起来 但是每一次 他刚刚准备甩自己起来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一阵危险 所以他只能够不断变换自己的角度 他才可以让自己处于安全的位置 只是这样很是消耗体力 也就是张猛有先气支持 所以才敢这样 但是换成另一个人来 那估计是实死无生 你将一件衣服朝左边丢过去 我叫你丢过去 你就丢 明白吧 张猛对着里面喊道 他也不知道 那个警察是否会听到 又是否会愿意参合进来 但是他只耐够试一试 差不多20秒过去了 但是里面依旧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就在此时 张猛却是一只手 更换另一只手 然后他的身躯刚刚启动一下 一枚子弹就直接射击过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件衣服丢下来了 张猛则是在这个空档 他的双腿迅速缩起来 那衣服被一枚子弹射穿 随即张猛一只手用力一甩 他一下子就翻进去了 这里的栏杆是铁做的 所以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所以张猛顾不得休息 那是立马拉着那个警察 他把警察朝里面冲进去 奶奶的 刚才大意识荆州 要不是有你 我估计是真的有大麻烦 兄弟 谢了 事后彼此留个通讯方式 两个气喘吁吁的人 冲到安全地带之后 张猛一脸真诚地看着那个警察说道 他是真的很感激对方的 要不是有这个警察的话 他是没有那么容易脱身 当然 危险一点 那是有可能会死在这里 都有可能 实际上 这也不是张猛大意 主要是谁会想到 刚才还在嚣张的杀手 转眼间就会变成一具尸体 而且还是人肉炸弹 这怎么看都不合理 除非是一开始 这个杀手就是为了将他给吸引过来 然后从未一举灭掉他 当然 这些东西也是没有可能算得那么准确 最多就是张猛的情况 老警察看着张猛感激地说道 你这话说的 我叫做何大友 至于感激什么的 那也是我感激你呀 要不是有你的话 刚才估计就是我去检查的了 我要是一旦被炸到 那是实死无生 人都是心中有一杆秤 没有人那么傻 什么都不知道 就像现在何大友也是十分清楚 刚才那些都是他的责任 只不过是张猛过去罢了 张猛也不理会那些 他看着何大友说道 找人去追击那边吧 不过我看可能没有戏码 那个家伙的速度应该不会差 甚至有可能会有布置 张猛是有仙气 也可以短暂在空中滞留 但是他可不是脑残 要是这样直接冲过去 不说是否可以冲过去 即使是从这一座座大厦跳跃过去了 那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因为那些已经是脱离了普通人的表现 何大友自然是知道该怎么办 他已经和总部那些人联系了 张猛再下来之后 他便是准备先回去了 今天的事情真的是有些过了 只是一旦刺杀开始 哪里会有那么容易结束啊 就在张猛刚刚刚刚 坐上警察局的警车 准备回去的时候 一辆大货车竟然失控一般撞过来 啊 救命 闪躲 一群人大喊道 张猛是瞬间从刚刚准备上 驾驶座的警察踢出去 然后他自己也是从那边闯出去 并且在落地的时候 一把江人给抱着滚地 轰隆 一群人看着那辆车 他们都是感觉到惊险万分 谁都没有想到 张猛竟然反应那么迅速 尤其是那个当司机的警察 一脸感激地看着张猛说道 多谢张总 刚才要不是有张猛的话 他是真的有可能会死在那里 驾驶大货车的人 则是在这一次事故之中丧生 不过张猛也不敢靠近了 因为他生怕这里有什么炸弹 要是真的有那样的东西 那是会死人的 张猛看着周围的警察喊道 大家小心一点 这有可能会有炸弹 什么 啊 快走 奶奶的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那么邪门啊 一些本来是在附近路过的人 那也是疯狂地逃跑了 那些警察来不及责怪张猛什么 他们一个个都联系专业的拆弹专家来 没有人会认为张猛说谎 尤其是天台那个惨样 更是让他们知道 这些不是简单的情况 要知道 今天这明显就是针对张猛的刺杀案件了 只是可以出动那么多人的存在 那让他们感觉到心寒 这就是得罪三大家族的后果吗 要是可以的话 有些人是真的想要将三大家族的人给抓捕归案 但是他们也是很清楚 有些事情也只是想想就好了 何大友一脸关心地看着张猛说道 兄弟 没有事情吧 我送你回去吧 张猛有些异样地看了和大友一眼 要知道现在正常人都对他唯恐避之不及 因为刚才的那种暗杀 那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现在还愿意靠近过来 那是真的有道义 张猛自然不可能会让这样的人送 因为他自己都怕连累人 所以他很是感激地说道 谢谢了 不过我还是自己回去吧 你也是知道 有些时候 那些家伙真的是一直在看着 你们要是有心思的话 快速将人给抓捕归案 然后灭掉 这样才可以让我安心啊 我 何大友也是有些憋屈 他自然是想要这样做 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些人的手脚十分的利索 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留下 好了 那些事情都是看自己的 没有人可以控制一切 你们多努力了 张猛很淡然地说道 有什么消息 或者需要我配合的 请告诉我 尽管何大友知道张猛的本事 但是刚才让张猛一起来 都已经违背一些规则 要是现在还让张猛参合进来 他们警察的面子 算是彻底没有 以后一说出去都是会说 看那些警察都是废物 竟然还要一个娱乐明星 帮忙抓人 这不是一个笑话 尽管所有警察都知道张猛的战斗力 但是这东西也没有办法说出来 再者张猛牛逼哄哄又如何 他毕竟不是警察 有些东西他就是 怎么都没有办法做 就这样何大友什么东西都没有透露出来 反而对张猛表示感谢 张猛也不会死皮赖脸地表示 自己一定要参合 那些人刺杀他又如何 有些东西自然是可以知道 况且现在找他麻烦的 不外乎就是三大家族的人 有些东西即使是闭着眼都可以想到 所以他也不需要在意那些 告别之后 张猛坐上了吴家开来的车上 不过他没有要司机 他反而选择自己开车 因为一旦遇见危险的时候 他需要第一时间掌控自己的命运 吴角角等人倒是也明白这一点 他们也认可张猛的技术 所以没有人多说什么 出乎张猛意外的是一路上 竟然没有人找他的麻烦 他都有些不习惯 本来张猛都已经预备 要和那些家伙厮杀一番 现在倒是让张猛省心不少 要是可以 张猛也不愿意闹出那么多事 只是有些时候真的很无奈 回到住的地方 张猛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 那早已经被人给打爆 一堆未接电话 来的电话最多的 就是郑英儿等人 在张猛回电话告诉他们没事之后 一群人才放心下来 张猛也是没有想到 家里面那边都知道 他打开电视机一看 现在周围都是当时情况的报道 许多人都是议论纷纷 许多警察也是表示 将那些人给抓捕归案 只是张猛确实知道 那些警察也是没有办法将人给拿下 因为那些家伙 有当地的大势力给掩护 谁也不知道那些家伙 走到什么地方了 张猛有些迟疑地 给陈蜜去了一个电话 老大 你那边小心一点 现在许多人都想要杀你 刚才有人来这里拜访了我 幸好有淡漠 要不然我估计也是会被一起带走 陈蜜那边也不是那么好过 所以他有些着急地说道 听到这话 张猛更是有些惊讶 那些人连你都杀 是啊 我都不明白 我虽然是早已经被人给发现 但是我的作用没有多大 为什么那些家伙想要弄死我呢 陈蜜想要将这些给想明白 他的心中 却是已经有一些答案了 张猛也是瞬间反应过来 你的意思是 喂你了 应该是那个家伙 陈蜜很清楚 自己和张猛一起出去 而且还值得人家如此出手的话 那必定就是只有魏佳了 要说为了这次的事情栽赃 那是不必 因为张猛等人和魏佳 早已经是死敌 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多余的情况 行 我知道了 你先去找一下 那些杀手的位置 想来 你应该是有本事可以找到吧 张猛是给了许多钱陈蜜 要说这样的情况下 都没有办法找到那些杀手 张猛也是有些怀疑 这个家伙没有什么本事 也许这样的言语 很是有些过分 但是 他也是一个现实的人 他给的钱 自然是要看到结果的 陈蜜明白这些 他表示 自己肯定会将人给找出来 不过张猛那边 也是要随时准备好人 他一旦将人给找到了 那后面 自然是要僵尸给那些家伙给拿下的 因为那些敌人已经可以看出来 那都是一群十分牛逼哄哄的家伙 甚至沉迷都很是怀疑 那些家伙是在外国战场活下来的存在 一些一般人可能不明白 什么是战场活下来的人 但是沉迷却是很清楚 那就是一些有些逆天的存在 张猛静静的等待 他心中也是有些遗憾 要是自己之前早已不准备好那些情报网络 现在应该就不需要等待 甚至有可能提前安排好 反杀那些家伙了吧 只是一切都没有如果 他可以做的 就是尽力而为 一个小时之后 沉迷来电话了 他告诉张猛 那些人已经找到了 那些家伙竟然在李家之前的大宅里面 要知道 那地方都已经被警察给封了 等到后面可以拍卖的时候拍卖 现在那边地方被人给入住了 那都是让人有些惊讶 这事情还和李家的一些人有关系吗 思前想后 张猛还是给李承英去了一个电话 李承英那边的电话 很长时间才接通 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给电话我 你是被我的魅力给倾倒了 还是被那些家伙给吓到了 希望我拯救你呢 李承英很是随意地笑道 张猛也无法听出对方的具体情绪 因为女人都是演戏的天才 尤其是一些漂亮的女人 更是如此 不是 张猛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发现了一点东西 你有没有找人刺杀我 放心 我想要弄死你 那也是堂堂正正的 不会如此下作 我只是不想因为一些误会 改变了我的计划 提前弄死你 张猛这一番话说的是堂堂正正 但是李承英却是听得那么不爽 这个王八蛋的心 就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 你既然这样说了 我也直说了 我是想要找人弄死你 但是我找的人还没有到 你今天被刺杀 那是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李承英的一番话 也算是简单直接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废话 张猛表示 自己已经知道情况了 张猛也是叹息一声 既然李承英没有做那些事情 那自然就是另一些人做的了 只是他也是没有想到 那些家伙竟然会想得那么周到 当然 那些家伙可能也是没有想到 他和李承英的关系 会那么的复杂 要不然 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这样算计的 两个人都已经将要说的东西给说了 彼此也是没有什么好交流的了 很快 张猛挂断电话 李承英也是在家中喃喃自语 看来 有些人是想要弄死我了 李承英很清楚 要不是有人将什么脏水给泼到他身上 张猛肯定不会来电话 毕竟他和张猛的关系 那是没有多少友好 况且张猛也不是那种多情的人 要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就来电话 那才是扯淡的事情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